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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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講一些回復的事情 有些月位的按摩 那些位置其實上Google 可以再找也不要緊 大概怎樣找呢 譬如我們一隻腳這樣 我們有一個叫做血海的地方 血海不是血海深仇 譬如我們一隻腳 前面有四頭肌 有三塊,然後還有一塊在裡面 兩邊的內側 這裡有凸的地方 即是那一塊肌肉很凸 大概是血海 每一個月位有不同的大小 這個你預算是 你手小的五元銀那麼大 按壓它 就會舒緩到腳的疲勞 尤其是膝蓋 就是血海 如果你說針足夠的 你會找人針足夠 譬如失眼是很有效的 另一個就是足三里 如果你有拍開步 應該有一條勁前肌 即是這條小腿前面是骨 骨的外面兩邊都有的 你只要勾起腳 然後出力 壓實這塊肉 斜斜的這裡很硬 這塊就是勁前肌 這裡最斜的地方 就是足三里 足三里用來補身 不過它亦可以舒緩到腳裏面的疲勞 你可以按摩它 當然你自己去看Google 去找一個位置也可以 按壓 足三里 好像有條筋一樣 打直的 所以你的手法可能是要這樣 你這樣可能就沒有用了 你手指是這樣打直 這樣掃一條打直的筋 好 除了這個之外 很多筋 還有承山 如果你的小腿有很多肉 這條阿斯利提鍵 然後上來 這個很大塊肉的中間位 這個就是承山 當然你不能用力去按摩 你放鬆或承山腳 記住曲腳 否則穴位和筋膜 就會遮住壓痛點 你會鬆不住 在阿斯利提鍵 和小腿的肉中間 好像是人字位 按下去 按摩 亦可以舒緩 你用膝蓋 如果膝蓋沒有弄傷 用膝蓋的崩骨 就是按摩 也可以的 但是留意 肉不可以一跌下 原理和推拿一樣 最初觸碰 完全不用力 然後輕輕按進去 它有東西頂住你的肌肉 皮脂肪筋膜 它只會離開 然後你用力再壓 那個位置才會中 那個是手法 然後你就去做 除了這個位置 其他按摩也是這樣 輕輕按摩 落到它的位置 覺得要頂住 然後再發力 絕對不可以第一次發力